去到裙的部分 就是一個歐花的款式 它是有鯉布的 而且鯉布是非常長的 非常好 因為你看到裙型也是很長 鯉布如果太短 可以解決到小腿出來 那個型沒有那麼漂亮 那個效果沒有那麼吸引 這個對比度是非常好的一個長度 這裏就露出一點花邊 沒問題的 長度方面非常配搭得很好 你看到布質也是偏向最新的布料 就是全歐花的一個雷士裙 用布量非常多 也是一個很大的蝙蝠 你看到裙子擺的位置 就呈一個波浪的形態 因為裙腳的位置 都是做了一個波浪 不是因為它用布量多 而做了一個Ruffle的效果 而裙腳的位置 就已經是做了一個波浪的形態 非常優美的一個效果 來的 那麼 close up 看看 它的用布量很高 你看我扯到這樣 都不需要擔心 那這個是手工的一個歐花 是相當之有層次的設計 那這個是米色 這個是一個色的 那這個就沒有什麼死角 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拼折的布 那如果把側骨 就是放在盆骨的位置 那就是這樣 我自己喜歡轉側一點 對 這樣我喜歡這裡 因為我 這裡你這樣看 其實有一個直行在這裡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位置 不是那麼漂亮 那我喜歡轉側一點 這樣把側骨 往前一點 但是外觀上 就完全沒有影響 我反而覺得這樣就利落一點 啊 最重要是顯示那個腰圍 哇 哈哈 對 彈性度非常好 這就是Y的聲音 差不多過了我一隻手掌的橡筋彈性度 我可以抹去 再對 那我可以繼續說 那這隻手掌的 我可以說 你都是抹茶的 那些手掌的 你會說